我好紧张啊 跟曾晓晓不是你 紧张什么呀 我是替小思姐紧张 你觉得小思姐会紧张吗 别慌 咱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我现在就要开始拍照记录 我去开门 好 晓晓 你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桌面怎么样 我要不要再补一下口红啊 特别好 特别完美 真的 走吧 开门 开门 人呢 不是 不是说有清洗吗 牟总不是说好了 今天跟小素姐求婚的吗 牟总办事不是那种 半土雕链的人 可是我听说有很多人 都有婚前恐惧症 就会出现这种 临时变化的现象 你呸呸呸 胡说什么呢你真是 你要说小素姐能干这事我信 那牟总不是那人 小素姐 我刚刚都是胡说八道 你 你千万别当真啊 我都没在意 你们这么在意干什么 好了 时间太晚了 你们过去休息吧 我今天真的录了一天 我好累啊 快 走 走走走走 好好好 那你有事跟我们打电话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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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müAY �。 你不能打电话啊 可是你这样突然让我怎么接受啊 我嫂子突然从一个女演员 变成了地质女博士 名字 性格 工作的全变了 这太突然了 小 小心点 咱们上车说 真的说明什么呀 二叔 你也知道 小马是个小说家 想法呢 一直填码进攻 没准他里面说的 就是他小说里的素材呢 倒是二叔您 连这个都要记录 最近很闲没失作 不愧是牧师的素材 能说会变 巧说如果 那你 帮我解释一下 这份材料 又是谁的素材 好一招 偷梁换柱啊 我就说一个小演员 他怎么能知道 我们开矿的事啊 原来还是一个地址学博士啊 我小看他呢 你说我要是把这些东西 就往网上一发会会 炸了 愚弄观众 毁掉一个校演员 足够了 谈谈吗 既然你拿了这些东西 先来找的我 而不是找的媒体 那就说明你也不想毁了肃静 更不想毁了极端 我要的很简单 你让出牧师首席的位置 让出你所有的股权 美股大了点吧 我只给你三点时间 如果你做不到 我来帮你做 舍你 高岝 私下找一下财务 查一下二数 你要查他的账 你猜 今天累了一天了 终于收工了 我电话呢 在我这儿 有来电话呢 没有 不会从昨晚到现在 牟总都没有给你打电话吧 难不成真被我说中了 他后悔了 这也太奇怪了 你今天就知道我说话了 这两天老大好奇怪啊 一直在办公室 门就没打开过 高面数也在里面 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啊 不是出现财政危机了吗 喂 嫂子 你在公司吗 我在啊 你哥在公司吗 他也在 小白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你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可能 否则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哥他这么大人了 能出什么事 他昨晚夜不归宿 而且到现在 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回我消息了 连电话也没有打 我听高领说 公司最近接了几个大项目 所以他可能有点忙吧 你也知道他 他是个工作狂 忙起来就没有白天黑夜的 小白 我希望你不要瞒着我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希望可以 跟你哥一起面对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 真的出声 而且特别严重 我都快急死了 不是到底什么事情 你今天忙一天呢 回家吧 你怎么来了 给你发的消息都石沉大喊 我都不过来看看 我还在两天没见 也都变野人了 什么野人 我问你这壶茶 好渣啊 才渣 干吗 就因为我这点壶茶 就影响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吗 我爱不至于 你累不累 还是不累 每天一来 突然就累了 给你按按 小曼 都跟我说了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本来就是我和苏锦协议的事 跟你没关系 可以不了这个事吗 我陪你 好 你看这个 找到了 找到了 喂 发给你了 看到了吧 好 他现在一身烂肠 也不敢再威胁你 不管怎么样 他做的一部分原因 也是为了公司 就这样 好 要不要去吃早餐 要不我们去看看日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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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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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